肖战重庆模式开启肖战 这位令粉丝新潮澎湃的明星 再度踏上了重庆的土地 他这次不是以游客的身份出现 而是如同游子归乡一般 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他仿佛化作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游走在每一个角落 肖战从解放碑的热闹繁华走到南兵路的宁静祥和 他的脚步始终不停歇 而他的一张张子拍就如同明星片一般 将重庆的美丽景色传递到世界各地 每一张照片的背后 都有他与这座城市深厚的情感故事 网友搞笑互动他不是在拍戏吗 怎么转眼间就成了导游啦 网友们的评论机调侃又充满喜爱 肖战的重庆暴走仿佛成为了他们闲聊时的热门话题 每当肖战现身总会引发一阵热议 仿佛透过他的镜头 人们对这座山城有了全新的认知 网友们纷纷留言 有的表示要追随肖战的步伐再游重庆 有的则幽默地建议肖战不妨考虑转行做导游 重庆文旅的秘密武器 重庆的文化旅游部门似乎发现了宝藏男孩肖战这件秘密武器 随着藏海传的热播 肖战与重庆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每次提到重庆总能看到肖战的身影 而每当他出现 重庆的美丽总会再次引发话题 肖战宛如这座城市的火招派 每次现身都能为重庆增添无尽魅力 文旅部门的内部人士甚至打趣道 这次我们又赢得盆满钵满了 似乎肖战的每次暴走都为他们带来了一次胜利 粉丝的城市情言由于肖战的缘故 我学会了用重庆话说 我爱你粉丝们的热情不仅限于对肖战的喜爱 还延伸到了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肖战的影响力穿透了银屏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座美丽多彩的城市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分享他们因肖战而爱上重庆的小故事 这些故事汇集在一起 仿佛一本关于肖战与重庆的旅行日记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 记录下这座城市与这位明星之间的独特情言 期待着《藏海传掀起热潮》《藏海传》即将播出 这不仅是肖战的又一部精彩作品 更是对重庆文化的一次重要展示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欣赏肖战在剧中的表现 同时也对这部剧将如何为重庆带来新的变化充满好奇 每当肖战出现总会掀起一阵追随热潮 因此《藏海传》的上映必将成为一场文化盛宴 网友们在评论区热议剧情和角色 更多人则对即将上演的肖战加重庆的全新故事充满了期待 肖战与重庆的绝妙邂逅肖战重返重庆 这不仅是一位明星的回归 更是一场文化交流的盛事 他的每一次亮相 无疑都为这座城市的影响力带来了积极的推动 粉丝们对他的热爱逐渐演变为对重庆的喜爱 肖战与重庆的故事犹如一部扣人心弦的剧集 每次更新都令人充满期待 评论区中的互动不仅是网友们情感的抒发 更体现了他们对肖战和重庆文化魅力的认可 让我们一同期待 下一次肖战的暴走会为我们呈现怎样动人的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